后来我的梦想 我的梦想就是降低了一个等级 就是作为酒吧歌手吧 舞台小了一点但是还可以唱 对对还能唱 还可以赚钱 对对对然后我去酒吧面试 结果很多老板试都不让我试 我相信很多都是那个有外表的原因 就是没有给你试唱的机会就拒绝了你 对去了蛮多家酒吧 就这样子被打击了很多次 后来我就不去 我就说去工作算了不唱了 想放弃了 想放弃 然后我老婆也一直在支持我 她说没关系的失败是吧 慢慢来嘛 要不以后就再去是吧 再去试也可以 所以正是太太的鼓励你的坚持 才有了后来 现在来讲算是依然没有放弃音乐梦 你的工作现在还是跟音乐有关对吧 对我现在的工作就是一名大排档歌手 就是晚上的时候七八点钟我就背个吉他 然后都有见过 几个电动车拿一个音响 会有一个歌单 会有歌单 到大排档嘛 就问别人老板你好 要不要点首歌啊 就在吃饭的时候也不增加这气氛 对 现在这个就是我的工作 这工作2016年6月15号 做到现在已经有四年多了 对 其实我相信在外面吃饭的朋友都遇见过这样的歌手 但是我觉得真的很佩服 很多歌手他需要实力 也需要一点点勇气 毕竟和陌生人讲话 然后在完全不了解你的情况下 还能让陌生人这些客人来选择听你的歌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我推销的一个手段 所以我觉得你是真正的 等于说在市场得到过检验的歌手 我这么说你开心吗 开心 你说话我特别喜欢听 特别开心 虽然听你说话我们大家费点力气 但是我觉得你有你的特色 然后你时不时地会自嘲会笑 会让我觉得其实你内心还是挺自信的 因为不然你不会走上中央电视台越战越勇的舞台 你都唱到这个舞台了 想想你得有内心多么的强大和自信 才能够实现你今天的这个梦想 我相信你的妻子能够给你今天这种幸福的陪伴 也是因为她一点一滴 发现了你身上的那些闪光点 你一定要好好爱你的妻子 然后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好好地来唱歌 好吧 还有 但是今天你值了 你直接上台PK的是中维亚洲一姐 亚洲一姐 你说你值不值啊 很值 淘汰都值 淘汰都值 太可爱了